市民王先生家住龙江的一栋高层住宅 从他家的窗口望下去就是南京著名的景观秦淮河和国防园 今天一大早王先生觉得天气挺不错的 就有了创作的欲望 可是几张照片拍下来 不仅王教授下的不轻 连他在英国的学生都专程打电话 提醒他要注意保重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王先生家28楼卧室阳台望下去 确实神清气爽 也难怪王先生有创作拍照的欲望 可是您再看他这大白天拍出的这一组照片 从各个角度都有一个面色死灰 披头散发 一袭白衣的女子 妈呀鬼呀 不可思议啊 娘腿发软 他在英国留学 说看到这照片感到很恐怖 然后后来说教我要小心点 多加保重 王先生之前教过物理 现在又教管理 崇尚自然科学 他当然不信这个邪 于是在家里反复验证 反复验证啊 就是 就不停的在拍了 就拍了 最后发现 不停有 而且 那个就是那个那个 意向啊 在移动 在不同的方向 就在前面 大概从左向右 然后再从右向左 还会来回摆动 心里有些没底的王先生 赶紧跟爱人汇报此事 没想到通过电话后 他更加害怕了 对着拿相机 在家里 在家里再拍一张 然后我吓死了 我建议 我也不得 不要对着家里拍 我建议不拍 我没有拍了 万一有的话 那我还敢待嘛 当王老师的二人提出 王老师在家里拍一张照片的时候 这唯物主义 相信自然科学的王老师 也有点胆怯了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王老师早上拍照片的地方 我们人多势众 来和王老师一起探究一下 这件事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我们用王先生的相机 在同样的角度拍照 结果照片显示 一个恐怖的白衣女子 披头散发的 站在记者身后 这会儿同样的角度 再换我们自己的相机拍一张 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王老师手机拍的 这张我的图片呢 确实有幽灵存在 而我的手机上呢 非常干净 在同一地点 为什么我的手机具有辟邪功能呢 我刚刚说了 王老师是个崇尚自然科学 唯物主义者 王老师也开始在进行 这个深一步的研究了 经过这个反复研究啊 因为我这边有两个 拍照相系统 一个是手机自己带的 还有一个地方装个360呢 然后看到这好像是360拍出来的 360仔细看 他在那边加幽灵功能 原来哪里有什么幽灵 只是王先生一不留神 误点了一个叫幽灵相机的软件 而跟随王先生一起百度一下 网上有态度用这个幽灵相机 搞恶作剧的例子 您瞧 这好好的情侣中间 多了一只手 聚会欢乐的照片 多了一个恐怖的骷髅头 王教授说了 善意的玩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有人恶意的吓人 那就不好玩了 耳听似虚 眼见为实 看来这句话要修正一下 眼见也未必是实啊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的当下 确实之前网络上有很多 所谓灵异事件 灵异照片的宣传 其实很多都有可能 就是有意无意的 用了这种照相软件合成的 一句话 您还是要相信科学